现在我们示范一下用这个视波器来量度一个AC的电压 我们量度这两点黄色这两点的电压 开始我们都要把它Z0的 把它夹住去又或者我们按了这个键接地 然后将这一点移动去中间这个位置 接着我们就可以将这个乐器夹去我们想量度的位置 即是黄色这两个位置 当我们启动了这个键接地 由于这里是接地所以没有东西看 我们记得要按起这个键接地 一按它就会有一条打动的线段 其实它是一个AC来的 它其实是上下上下很快地震动 如果我们量度它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Vokes per division 这里就是2V 即是每一大格代表2V两伏特 你看看这条线段是多长 为方便起见我们将这个线段移动上来 将底的点就是碰住中间 你看到这条线段大约是三大格的 三大格的意思就是6V 那由这一点到这点去这点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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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即是進去的話,任何的AC和DC都會顯示出來 但如果我們選擇AC的話,情形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進去的只是AC 如果這個你覺得太短的話 你可以選擇調較細一點的Voltage Gain 這個就太大了,我們調較細一點 這個就比較正確一點 最後其實這個Time Base是關掉的 其實量度的時候,你都可以把這個Time Base開上去 量度的時候,就是這個Peak to Peak的電壓 又或者由中間去到最高,就是一個Peak Voltage